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告诉你一个离开病苦的方法 不可思议地藏经 台北地藏静宗学会 道生居世主 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印光大师法语 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开始 天下事 皆有因缘 其事之成与否 皆其因缘所使 虽有令成令坏之人 其实际之权利 来在我之前因 而不在彼之现缘也 明乎此 择乐天之命 不怨不由 素未而行 无入而不自得已 事出世间之礼 误出心性二字 事出世间之事 误出因果二字 然因果心性 离之则两伤 何之则双美 功录自印光大师文超 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站在快乐的高点看待病苦 病苦使人抑制沉寂 情绪低落 能令挺拔不均地结出人物困顿 使家财万贯的不好感觉一无所有 衣服 宝贝 庄园 社宅 曾经是纳摩实际的掌握手中 而今却像海市渗楼一样的不切实际 满腔的理想 抱负 因为病苦必须提前规划据点 乐观开朗的脸庞再也挤不出丝毫的笑容 病苦的力量真强大 人生因他而失去光彩 自信因他而产生动摇 活着的目的因他而不复存在 然而 世上有没有能够超越病苦的勇者 有没有对致病苦折磨的智慧存在 答案是肯定的 在三千多年前的佛陀 正因为目睹了生老病死的痛苦无可避免 才选择寻觅解脱之道的修行人生 当他行道在外 吃了唇陀供养的有毒木耳 腹泻艰难而行 这两棵梭罗树间准备涅槃之时 此时肉身不胜虚脱 是一副年迈而病的形象 但其内心的平静与正量 已远远超脱老病苦的羁绊 在最后的教育之中 圆满了他的一生 其次在中国的历史上 乃至于当今的社会里 也有不少积极面对病苦的勇士 他们的达官易于常人 他们的生命富有任性 生病是他们体悟真理的历程 痛苦是他们完整人格的试金时 他们可以在最艰困的环境下持续前行 有能力站在快乐的至高点上看待病苦 面对病苦 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智慧与人生观 如何取得不为病苦所写的无畏勇气与坚决意志 首先 因果观是痛苦中的一条出路 过去玄奘大师西行求法 在中印度的纳兰陀寺一指四主界贤论师学习 戒贤论师当时高龄106岁 博通经书受人景仰 众人不敢支撑其名 但好为正把葬 论师患然风湿 每当发作 手足抽筋 四肢关节好像火烧刀刺般的痛苦 令情拖延了二十多年 致使论师在玄奘大师 抵达纳兰陀寺的前三年 就决心绝食曲面 不想 当夜论师做了一个梦 有三个仪表端正 神太庸墓不凡之人走进仗室 一位身色金黄 一位琉璃 一位白银 金色人向论师说 你想抛却身体吗 经上只说身是苦本 却不曾叫人自觉 因为你过去生中曾为国王 喜欢献众生于苦恼之中 所以现在遭受这样的苦报 你应该观想累世的罪迁 肯切求忏悔 不但要甘心受苦 还要发心情讲经论 罪业自然会消灭 如果绝食自杀 苦报绝难了结 金人介绍了琉璃色人为观世音菩萨 银色身人为弥勒菩萨 自己则是文殊施力菩萨 而后又继续说道 我见你网自舍身 有害无益 特来相劝 你当持续弘扬正法 三年之后 有一位大唐国僧 想要亲近你修学佛法 你把佛法布施给他 他能将佛法流通下去 你的罪业自然会消灭 论师顶礼锦表谢臣 抬头三人已经不屑 醒来方知是梦 但自此而后 并痛果然渐渐减轻 而三年之后 正如梦中菩萨所言 遇现了远从大唐 而来的玄奘大师 论师心中更是欢喜 允收为徒 教授佛法 戒贤论师维护法菩萨的 嫡传弟子 明阳五印且德性隆重 在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 精英群集的纳兰陀斯 担任首席教授 是一位通达经论并且具有实学的僧人 如此之人都不免要遭受如刀割体的病痛之苦 对比每日积极于盈利享乐物质追求的我们 又如何能逃免于病苦的逆境 当苦境线前 我们是否应该提起因果的正线 坦然地面对它 处理它并且超越它 除了相信因果不昧外 以热爱生命 扩展新量的态度看待人生 也是超脱病苦的方法 例如圣言法师晚年因为恶性肿瘤 开刀割除了左肾 2006年时 右肾也严重改化 由于肾功能恶化病 引发疲血 法师必须洗肾 一度住进台大医院治疗 此后固定每周洗肾三次 还要定期回院追踪 在常人眼中 这是如此不堪的晚年 但在法师心中的绝授 却是 在晚年里 我所遇到的人 我所经历的事 都是那么可爱 如果有不甚可爱的人 不甚可爱的事让我遇到了 以我晚年的心境 比较平和 比较不会对立 所以还是觉得可爱 这个晚年是美好的 道正法师出家之前 曾为肿瘤科医师 他不只是治疗患者病 还是使以佛法解除他们的忧闹 引导他们归一三宝 求生西方 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 他的勤奋与悲切 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肿瘤病患 从绝望的深渊航向 弥陀自卑的大院海中 然而 最后他自己 竟也不幸地罹患了肿瘤 病苦当然无法击倒 具有如此悲心与愿力的一位菩萨 他于1987年的活诞日替染出家 仍然病苦缠身的他 更加的精进不屑 写书 说法 画佛 拜佛 持诵经典 病原是为他历经炼心的力量 2003年6月19日 也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法师欲知实质 正念分明 吉祥而卧 念佛生息 因罹患恶性恒文肌癌过世的生命小斗士周大观 有者这样的一个诗作 被多分双耳失聪 正龙水双眼失明 我还有一只脚 我要站在地球上 海伦 凯勒 双眼失明 正风洗双脚畸形 我还有一只脚 我要走遍美丽的世界 周大观虽然只有只有的年纪 面对常人难忍的苦难折磨时 却还怀抱着不平凡的胸怀 台湾的第一位书籍主教 善国喜先生 在72岁时罹患涉护腺炎二期 2006年8月 又发现罹患了肺腺癌 而且是非常小细胞的肺腺癌 是肺腺癌中最难产的一种 主教在生命告别之旅一书中提到 这个晴天霹雳的报告 不致是宣判死刑 打散了他安享晚年 随心所欲悠闲生活的梦想 虽然不敢怨天尤人 但总是心有不甘 毕竟主教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面对这样的死亡宣告 直觉的反应就是 为什么是我 主教在祷告中平静心绪 于是他又反问了自己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患绝症的都该当是别人 我有什么特权不得此证 如是重整了心情 继续到台湾各地 为天主无限大爱的不因作证 以上是以因果观 慈悲心 扩展心量 热爱生命等正面态度 作为面对病苦 超越病苦的精神力量 这些观念与心态的培养 并非一蹴可及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熏修培养 因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 在未测的大逆境出现之前 就先养正我们的人生观 磨练我们的意志力 使不屈不挠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 让慈悲爱物成为我们的行为种责 而这些都要以学习作为成就的根本方法 特别是在知重物欲 无众精神层次的都市生活中 无人更要自寻良师 亦有切磋琢磨 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将圣贤人的智慧 作为自己生命旅程的神圣灯塔 除此之外 在面对病苦的无情折磨下 难免会惊慌失措 除了尝试各众疗方 求神问补 祈请佛菩萨保佑加倍 也是许多人所采取的方法 未可知的力量固然可敬 但应以神模样的心态来做祈求 2500年前 孔老夫子的智慧 或可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论语中提到 孔子某次重病 子禄向鬼神祷告 请求保佑孔子病率 后来孔子的病果然好转 听闻子禄曾为他祈祷 就询问子禄是否却有奇事 子禄回答 是有此事 因为类词上说 向天地神奇祈祷 孔子听完子禄的回答后说 秋之导久矣 意思是 他平时言行纯善 绝不会违背天地神明 事事如导 无日不导 如何能够等到病时才祷告呢 此圣人所提示的祈祷要义 伸直我们省思 以意志力为割锚 慈悲为铠甲 圣贤的智慧作为明灯 平日的修为是获得加倍保佑的资粮 相信一定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病苦 超越病苦 借会居士唐渝林 2012年6月于台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摩地藏菩萨 知谱乐法 续文 本书编者黄柏林先生 是景界中的一位高阶景观 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与人生历练 还是一位身具慈悲心的佛教徒 早在民国83年 就已经接受菩萨界 并追随简风文老师学习讲经 他也长时间地听闻上 敬下功老和尚的教法 发愿弘扬地藏法门 现在是社团法人台北地藏敬宗学会 孝联讲堂推动者 在2001年 黄警官遵从老和尚的指示 编辑了一本现代英国报应录 上千则民国元年以后的英国报应故事 经过精挑细选 会集成为百篇 故事内容惊心动魄 教化人心 是扰攘社会里的一生警钟 与黄警官的相识 是由于胡居士的介绍 抽空前来参加本学会的常理举要课程 有了初步的认识 后受邀参加笑脸讲堂的御活法会 见识了黄警官另类的视线 见他主持的法会庄严书生 令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与知和办国家法务人员生命教育严习营 在几次来往中 更知黄警官是一位不目荣立 真正肯为社会国家奉献牺牲的清流人物 而今黄警官在以他无限的悲怨 编辑了这一本离开病苦的方法 知苦乐法 且不嫌于浅漏 其为序 心中自是乐意 当为此具功心及此悲心者 尽己棉薄之力 这部书以过来人的经验 国法的智慧 作为拔苦的力量 借由文字导入人心 希望一切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利益 开启更光明美好的人生 本书的第一章犹如当头棒喝一般 告诫许多沉迷于食欲 物欲追逐的人们 与其病苦来磨 才深深懊悔 不如未雨绸缪及早防范 这才是离开病苦最彻底的一条光明大道 本章引用两位生命勇士的现身说法 比生命的韧性如同菩萨的视线 给予病友们向前的力量 第二章探讨生病之源 除了当前许多人所关心的饮食管控 本书还从更宏观的面下 三是因果来做病源的说明 无人当前的心理现象 生理现象 都是观带着过去与未来而做变化 例如昨晚一夜好眠 事故今早精神充沛 明天将有喜事临门 所以今天笑容满面 做了恶业心惊胆跳 也有受苦的报应 造了善业则心旷神怡 也有受乐的报应 这种前因与后果的关联性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过程 来至生生世世都寻折这样的过程相续不绝 了解这番人生的道理 才能在最正确的治病处下手对峙 由于因果可谓 事故书中随即于第三章劝导人们 应当忏悔过去所造一切恶业 无必要以壮实断腕的决心 灭除一切罪障 如除恶臭 当然寻须渐进及改过的善巧方便 也需讲究 例如多与善有相处 多月具正之见的书籍 多曾与善法 造善共业 如好好色 如此则罪障消除 是转成好命的良方 本书第四章开始介绍 有关地藏法门的修学 这是整部书的中心骨干 编者不但慈烦劳苦 为我们说明了地藏菩萨的悲愿 更以他十三年来深厚的修学内涵 道出持诵地藏经的功德 宵夜的道理 以及修持地藏法门的次第 除了理论上的叙述 编者所引用的试证 让本书的中心思想更具说服的力量 特别是编者本人曾经也走过常人所难忍的病苦历程 这般的生命内涵 使本书的字字句句更显珍贵 本书末后再次重申 佛陀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留给我们的教育 那就是以苦为师 如何以苦为师 可以参考站在快乐的高点 看待病苦一文 苦可以是摧毁我们人生的负面力量 但却也可以是提振我们心灵的正向刺激 编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 以他人的生命历程 用理论说明及经教剖析 帮助我们将病苦这股最难产的生命低气压 转化为万物成长茁壮所必经的风霜雨露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细读的好书 施治疗一切病苦的阿结陀药 借会居士唐于灵 2012年6月于台北 南摩地藏菩萨 知苦乐法 缘起 2012年民国101年4月23日 墨学去台北新殿一家大医院 探视一位罹患重病住院的陈姓连友 60岁出头而已 17年前我们一起共修 我担任维纳工作 他任打木于直视 几年后 我选择到波陀教育基金会 走上参学奖经这条路 而这位师兄他平常替人助念 或跟法师魏王者做期告别是博士 也带潮山 三年前 我在台北三峡某道场 已带十年共修工作交给他 今年某日他在搬运佛斯物品时觉得很累 就到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已在肺部血管上长了一颗7公分恶性肿瘤 是肺腺癌 他师姐听到这消息 如晴天霹雳 不由自己一直问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家风水出问题吗 为什么他哥哥2009年从正在坐的环保车摔下来往生 次年他嫂嫂往生 我听了脸有心中的呐喊 我很心酸 很感慨 也很震撼 我们学佛人平常都在叫别人放下 在关怀别人 轮到自己时 心还是很脆弱的 平常有念佛 修行 听经文法 若没有达到佛家 所谓三昧时政功夫 有很深的定功及智慧 是无法 几乎很难做到心经上所说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凡夫要放下生死 多么不容易 所以促使我想编这本离开病苦的方法 无萨未阴 众生未果 凡夫都要等到果报来临时 才说要有心理准备 那都来不及了 如阴光大师说 果报如路上逢大雨 突然来时 无处可遮身避雨 是要从阴下手 才是根本之计 就好像未下雨前 先准备好雨伞 雨伞 就是先解因果业 而后开智慧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因缘 每一个人都怕生病 张飞看到人家手上写一病字 勇猛的张将军也要倒退三步 墨学一位学伯很久留性年有生了子宫颈肿瘤 进出台大医院开刀数次 开刀信心快分溃 他说 你知道吗 癌症病房简直像菜市场 每一个人进来都已吓到失魂落魄 他说最需要是卫生纸 因为化疗已吐到没东西可吐 恐怖至极 光听 我们就下了一身冷汗 我说 生病是八苦之一 俗话说 自古英雄好汉 最怕病癌磨 又说病从口入 我说病苦由业而来 造身 口 亦三叶 叶由心造 瘫 称 痴 但是有几个人 在病苦临身 或久病在床时 知道由根本 由心念下手 从断瘫 称痴 休起呢 不知道生病是自作自受 大部分病人都说怎么会是我呢 我怎么纳磨倒霉中签呢 《地藏经》特别强调 造杀业是会多恶道 说明疾病与杀生有关 如经上说 光木母亲习气 好吃鱼鳖之类 尤其是鱼鳖小鱼卵 用炒获煮 纵欲吃掉千万倍生命 死后堕地欲又短命 地藏经云 若遇杀生者 说素殃短命报 若遇饮食无度者 说饥渴厌病报 若遇甜烈自情者 说精狂丧命报 若遇亡补生除者 说骨肉分离报 若遇汤火斩灼伤生者 说轮回地长报 这段经文说明生病因果 所以病苦根源是 来自杀生食肉 本书先从二位生命勇士 张女士及蔡敬红 居士说起 两人从鬼门关回来 他们寄生都是得到 人人羡慕的财富事业高峰 却面临癌症生死关头 心路历程 从面临病苦折磨开始 痛不欲生 再从病苦中去反省 忏悔自己 过去错误观念行为 继而有所领悟 了解为什么会得癌症 因而体悟生命的意义 接着再发愿做好事 说假如我病好起来 我要如何去利益别人 行菩萨道 有了信仰及心的力量 有的从读诵地藏经修持 而产生一种不思义力量 最后奇迹四转回而安 改变命运 所以消除病苦模式是 一 病恶降临 二 煎熬 三 受苦 四 反省 五 忏悔 六 体悟 七 发愿 八 改变命运 离开病苦的方法 也取材防癌手册中 雷九南博士指出 现在美国报告显示 每二人中 有一人会得癌症 这实在是令人惊悚的数字 这些专家共同结论 是治疗与预防癌症 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改变饮食 断肉吃素 如人中毒 光靠药物解毒 自己却每天仍在服毒 这病人永远好不了 在高明医师用最好的药物 如果病人不能改变饮食习惯 每天大鱼大肉 吃尽一大堆致癌病毒素 像2012年5月报载台湾 云里鱼民用 最毒轻化 假毒与网鱼 再卖到北部给人吃 这样吃 癌症是不可能根治 所以原来自己正是癌症 生病的罪魁祸首 古云 欲知是上刀兵结 但听图门夜半生 刀兵结 就是上手术台开刀电疗 无意有人冒充猪肉商人 混进去台湾屏东屠宰场 看到每一只猪要走进去被杀 到那窄门入口时 都顶住前面两只腿不前进 贪生怕死人与动物均一样呀 我们不想挨一刀恐惧 就不要伤害其他动物一刀 忏悔力量很大 佛经说 忏悔极清静 身为凡人 哪个人没有生起恶念 做过恶事 所谓众生构重 构是罪业 明白癌症因果 我们恍然大悟 唯有自己才是最好的医师 借杀吃素 不要与众生结恶缘 自己才有机会转胃而安 除了吃素外 治疗癌症 还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如念佛 忏悔 放生 发愿三年做好事等 毛病习气要断 如何修持地藏经 地藏经与我们生病因果有关系吗 此次因墨学地藏经读诵 原本是CD 是2002年 因护持财团法人佛教 僧前医护基金会成立 为祈求人事法务圆满 乃发愿在台北板桥基金会佛堂 每周共修地藏经 累计1085 结果地藏菩萨威德加持不可思议 不仅基金会推动顺利 规划僧且安养中心 也成就这部地藏经CD读诵 流通迄今已近10年 金音源成熟 由孝连蒋唐妙音居士发新 制成影像经文 DVD 以精装 纸盒系列套装书 附上地藏经本 离开病苦的方法 明因果 解业力 幸福圆满人生 让受苦众生 如何依发愿修持地藏经 忏悔业障 明白 因果挤发自己心地 本有清明觉性智慧 医愿导行 外向解脱极乐之路 一般人一旦得爱 西医除了用化疗电疗 以读工读 用毁灭式治疗外 或便寻中医仙丹妙药 或问神 问通灵 或花大钱计感 笔者批过一件形式公文 一位商人凄理肝癌 去大陆患肝 某大医院医生竟介绍 他去公庙花10万元计感 10天后还是死去 这叫神仙难救无命科 一般人去书店买专家 学者有关健康的书 告诉你不生病的方法 不生病的生活 谈养生有机 但请问有多少人 可以因而得到健康的身体 一劳永一不生病 又有多少人把病治好 有没有人有奇迹出现 本书中介绍了六位现代 真实罹患癌症的故事 他们从心下手 因而转变命运 如得了甲状腺怪病 痛到想要自杀 因发愿全家送地藏经签部 腺病苦以减轻 可以进食 有了欢笑 这种改变是不可思议的 是医学上无法解释的 本书希望让生病的人 对佛法 地藏菩萨 地藏经产生一种希望 一种光明 一种信心的力量 明白因果不虚 轮回真苦 进而走上学佛光明之路 解脱自己千百年来业力的枷锁 得到幸福的人生 这是我报佛恩 报地藏菩萨恩 报敬空老法师提息教会之恩 本书是因陈居士癌症所起 所以它是视线疾病说法 因此也希望本书功德 能回向给陈姓怜有 留姓怜有业障消除 病苦减轻 其愿读诵地藏经 本书有原者 有病苦之人 均能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深安道龙 念佛求生静谱 但愿天下无有哀嚎苦难 是为缘其因 西元2012年7月30 南摩地藏菩萨圣诞 后学 道生居士 黄柏林 仅续于台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